我們現在在灣仔的莊士敦道 前面就有棟樓剛剛減價 價了三成到三成多 以前是1,600,000 現在賣1,000萬 以前是1,100萬 現在賣700多 整個區域就屬於灣仔區 效網會比較漂亮 由樓盤走去地鐵閘 大概5分鐘左右 這裡如果買間開放式出租 大概是1,800,000 一房420呎那些 大概可以租到24,000左右 我們上去看看 我們現在是灣仔的一間 這裡就剛剛砍了架 由高位是4萬元的特色打位 砍到現在大概3元多應該有交易 我們現在看這間是892呎 發展商連同裝置賣 一進門你會看到沒有什麼掛位 全部都是一個大環 聽得非常失用 這個就是電視牆 這裡放了一個幾何圖形的餐桌 這個放得挺有意思的 因為它真的拉平整個位置 外連一個露台位 露台望出去就是整個市區景 然後有些層架 再轉過來就是客廳的區域 客廳就放了一張沙發 坐在這裡看書 床人聊天 看看電視屏幕 然後轉過來就是一個書房 這個書房我覺得它做得比我想像中漂亮的 老實說它真是很有價錢 坐下來做事 然後轉過來就是一個客廳的位置 挺漂亮的 一體式 還有有窗 用淋浴 淋浴的空間就不算大 廚房就有長形的一組曲斜形的廚桌 桌面也夠大 還有它是望山景的窗也夠大 夠明亮 有這些層架都做了給你 而這裡我是猜不到的 在寸金寸土的灣仔居然做這麼大的工人房 還有工人池 都是有窗的 而且工人房家的窗真的很明亮 和望山景 最美的景觀是工人房 真的很驚訝 你看到這裡也做了壺形 然後這邊又做了一些層架 放在東西 這個裝飾場 這間就是睡房 你看到都很大一間 比市區的睡房更大 用起來就頗舒服 主人房這邊就在大間 放了一張5.5的床 三片落到床 看出去景觀就看到 整個灣仔的核心區 都看到中銀中芯 還有IFC那邊 我看到應該是 發展商將櫃去鑑長 所以都偷了一點位 有花過心思 主人浴室都相對企利 設計比較現代化 像這個單位 現時發展商就招標慢 依向價錢的總價大約3400多萬 你覺得貴不貴 歡迎留言告訴我 及這個單位 Ms.O пере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